离6月1号美国债务违约期限只剩一周 中原议长麦卡锡走出白宫 向大家报告两党还是没有共识 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这周将陆续修会 加上还需要众议院审理 拜登与麦卡锡剩没多少时间来解决危机 众议院共和党人主张没有节约就没有调高债务上限 而拜登同意限制包含国防预算在内的支出 并冻结2024年政府预算 换取共和党支持 征收富人税 美国财长叶伦再次警告 很有可能6月1号就无法支付所有债务 要是长期违约长达三个月将会有830万人失业 目的数据也显示 如果美国债务违约可能导致GDP大减6.1% 美国股市将暴跌45% 一场新的全球金融风暴将随之而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